今天在演播室 我们也请到的是两位航天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研究员周燕飞 还有我们国家的运载火箭系统的专家 于蒙伦先生 马上摆杆就要打开 这就是摆杆 摆杆打开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气件组合体 完全和发射塔就脱离了 下面还有拖插 现在是白杆 就是拖插就是火箭起飞以后把它拔开 如果说昨天的这个火箭推进机和燃料的加注 已经说明了这个发射是不可逆的状态 那么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更加不可逆的 这后还可以紧急关键 最后注意 一分钟准备 50秒 这次天工一号和长二FT星火箭上 同样也和以前发射神流飞船一样 装了工业摄像头 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全程的一个过程 三十秒 二十秒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一 闲火 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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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飞行正常 青山USB跟踪正常 遥色信号正常 装承光学 雷达跟踪正常 东风光学 USB雷达跟踪正常 遥色信号正常 东风飞行正常 从神州六号飞船发射那一次开始呢 在我们的火箭和航天器上都加装了这样的工业摄像头 也就保证了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 更直观的看到整个火箭运送航天器发射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关键的节点 现在 长征二号FT星火箭已经搭载着天工一号目标飞行器进入太空 在发射过程当中有几个很关键的节点 比如在发射155秒之后 将会有火箭的助推器和整个器件组合体分离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稍后的这样的一方面 如果按照155秒测的话 应该是在21点18分35秒左右 助推器将和火箭分离 嗯 嗯 脚前助推器分离 东风助推器分离 脚前二级分离 东风一二级分离 现在是助推器分离 火箭一二级分离 你要请教一下两个 像这个火箭一二级分离意味着什么 跟踪正常 瑶瑟信号正常 东风飞行正常 需要他使劲的时候 他完成他的任务了 完成任务了 下一个可能大家会着重注意一下的 就是在210秒左右的时候 整流罩分离 也就是包裹着我们的航天器 就是这次的天工一号目标飞行器的整流罩打开 这样天工一号飞行器 也就暴露在这个太空环境当中了 这整流罩分离 它的任务也完成了 因为这个是出了大气层了 从发射一直到天工一号入轨 应该是在583秒左右 583到85 是一个偏差 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于这次的发射 到460几秒的时候 主发动机关系 下面就有4个小巴东机继续推 现在我们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角度的一个图像 这是在火箭的二级尾舱里面 从上往下 这个一个右边是主发动机 主发动机 这个左边是这个我们叫油动发动机 油动发动机就是您刚才说的 比主发动机更小的 更小的 那在460几秒 470几秒左右 主发动机会关机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可以说无数的眼睛都在看着 火箭和天工一号 这无数双眼睛当中 不光是有航天人的眼睛 还有航天人所操纵的 这样一些测控的这种仪器 他们也是眼睛天眼 那么一旦这个目标飞行器被送入到轨道当中 是不是可以说这次的发射任务就成功了 这个是我们为航天人一般都要到看 它有一个翻盘展开 就是电能够供得上 就是它本身自己能给自己提供电能电力了 因为在我们的火箭和目标飞行器上都加装了工业摄像头 所以我们可以在距离它那么遥远的地方 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直播的画面 能够看到整个发射的过程当中 火箭和目标飞行器 每一个关键步骤的时候它的变化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还是主发动机和 二级主发动机和二级油动发机 这可能已经飞到山西省了 现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山西 过去呢 进到河北省 河北省就进到山洞省 也就是说这几个地方 如果天气好的话 大家可能能看到一个光点的飞过 尾焰很亮 马上好 主机关机了 这个画面是主机关机了 东风二级主机关机 这个主机关机和这个油机关机之间 又会大概隔多长时间 120秒 120秒 就它只要飞120秒 这个三秒分离 这样子 现在传下点 再有一百二十秒就出国图 10分钟之内从九泉 到了青岛出国 错了 这次的测控网应该说也布的比以前要更密 因为我们这次多了一个天联一号的零二星 这个两颗中继卫星的话 使得测控的一个覆盖面比以前也大幅的提高 大幅提高 能提高到多少 提高到70% 也就是说它到地球这一圈当中70%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照顾到它 比方说我们里面图像都给传下了 不中断 这个摄像头是在火箭的头部向上 现在看的这应该是天空 如果从天空的底下 那就是从天空的下面往上看到 能看到的是天空 那么在583到585秒左右的时候 目标飞行器将和火箭分离 一会儿的这个画面不知道是从这个角度 就这个角度 我们看到了器件分离 这是火箭的工作 圆满完成 圆满完成 器件分离的同时 就是它应该是在进入到它预定的那个轨道里了 对 测控系统随时在画着它的速度位置时间曲线 这个应该能看到 一会儿呢 北京中心要爆出入轨的出轨 器件分离之后 入轨之后 那么接下来您说到的这个 它能给自己提供电力 就是太阳能翻板展开 这中间可能又要持续多长时间 这个要很快 这个翻板展开很快 但是这次我们在阴影区 大家看到现在天黑天 展开了以后 但是太阳看不到 所以要到下一个测控局 才能看到发明发电 谢谢这个火箭 谢谢这个拼音器 不让太阳发明 每次的发射 我们特别希望听到的两个字 就是正常 如果说希望听到四个字的话 就是一切正常 在这个远王三号的船 这个范围里边 可以看到翻板展开 没展开 可以看到 这次天空一号的